那很多人就會說你幹嘛這麼大驚小怪啊 對不對?你們保守派疑心病啊 對不對?只是張照片啊 然後弄了一些很有個性的泰迪熊啊 對不對?幹嘛啊? 那我們有沒有大驚小怪 我們其實看Balance Iaga他們的反應就知道了 Balance Iaga清空了他們IG帳號 如果這只是一個不小心的錯誤 如果這只是沒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他們不就應該拍拍肩膀 然後假裝沒事就好了嗎? 結果沒有 他們清空了他們的IG帳號 而且還發出了長篇的重大聲明 這個是他們的損害控制的道歉文的內容 第一波的廣告是禮盒廣告 內有兒童戴著絨毛玩具熊的包包 穿著有人說是BDSM的衣着 這邊先暫停一下 不是有人說那些是BDSM的衣着 那個就是BDSM的衣着 那個就是性虐待的衣着 那樣的東西還有什麼其他的形容詞 你會說那樣子的衣服是 牛仔穿的嗎? 是暴走竹穿的嗎? 我能想到最接近 但是又不是BDSM的 大概就是北斗神圈裡面那些被全四郎打爆頭 那些蝦兵蟹匠的衣服 但是那些蝦兵蟹這樣想做的事情 就是BDSM的事情 就是性虐待的事情 那些皮質的東西跟鐵環串在一起 然後鎖鏈一堆鎖鏈的衣服 那些就是性虐性變態的東西 好我們來繼續讀他們的道歉文 我們的絨毛熊包包以及這個禮盒方案 不該跟小孩擺在一起 這是巴黎世家犯下的錯誤 我們沒有盡我們的力量來審核這些照片 這個錯誤的根源來自於巴黎世家 所以他這邊說就是 對這些東西不應該跟小孩出現 在一起出現 跟不應該跟小孩擺在一起 他們一開始還在這邊打馬忽言說什麼 有些人說這些是BDSM 但是後來他們的內容就是說 對抱歉這些東西就是不應該出現 對不對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所以我不想要再聽到什麼 保守派大驚小怪 那個就只是一個很可愛 又有個性的包包而已 因為就連Balenciaga 巴黎世家他們自己都說 這是一個很奇怪很噁心 性暗示性虐待跟小孩扯在一起 然後他們又繼續說 第二個分開的2023年春季的廣告 這個就是對於那個 最高法院對於兒童色情片判決的那個 他們說這是一個為了要創造一個 商業辦公室的環境 包括了一張照片上有一頁紙 是關於United States v William 在這個2008的這個判決結果 證實了兒童色情片是違法的 而且不被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論自由保護 所有照片中的物品都是辦公室的道具 結果竟然有真的法律文件混在裡面了 很有可能是來自於某個電視節目的拍攝道具來的 這些沒有被我們核准的文件 是我們巴黎世家的錯 我們已經跟道具組的這個道具來源的公司 發出了抗議 我們也會承擔所有沒有審核 以及道具管控失調的責任 我們承認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呃...那各位 呃...你相信嗎? 我不相信啊 各位如果知道我的話 就是除非是跟聖經的真理是有關係的東西 不然我不太會把東西說到死 我不太希望給別人過多的期望 我也不希望給觀眾就是太沮喪之類的 但是這個東西我真的不認為巴黎世家是不小心的 OK? 一張照片或許是不小心 兩張照片你到底在幹嘛 三張四張 外加上兒童色情片的判決書 除了你們這群變態 想要兒童色情片 還有什麼其他的可能 其實整個時尚界都是這個樣子的 要女人露這個露那個的 然後每個明星穿著低胸的景深衣 然後露個事業線在那個地方 硬生生的就是要把自己的小孩養到 變性的明星特別多 變成同性焉的特別多 明星自己本身自殺率又特別高 然後巴黎世家在這邊 出了一個小孩拿著BDSM的玩具熊的廣告 然後... Oops! 下一季的廣告就是 辦公室裡有兒童色情片的判決書 然後你說那些都是道具 那個熊也是道具 那個判決書也是道具 那個熊到底是道具 還是你的商品呢? 而且他們使用的文件檔 United States v. William 的確是說兒童色情片是違法的 但是他們拍到的那一段 就那張照片上面那一段 剛好是在說另外一個最高法院的判決 那一段是辯方在提到之前的 Free Speech Coalition 的一個判決 是辯方在說兒童色情片是言論自由 是符合憲法的 Siaga在這邊說的就是 都不小心的 又不是故意的 是道具組的問題 如果有人學過電影 或是有在電影公司工作的話 他就可以告訴你說 只要是拍攝場地 所有的道具背景 每一個電影裡面的每一個角落 算的時間角度都是有意義的 沒有什麼東西是不小心的 特別是這種高級品牌的產品 他們的拍攝不會像 AI News 或者是 PHC 一樣 在這邊拿個數位相機 在那邊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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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說 OK 廣告完成了 完工 收工 恭喜 我們在一個訊息非常迅速的時代 我們常常沒有辦法有時間 來去分析現在發生的事情 這就是為什麼歷史非常的重要 現在發生的事情 基本上歷史上都發生過 只是人的名字跟地點改了而已 政府跟政治人物欺騙我們的方式 也幾乎永遠都一樣 我們如果知道歷史的話 我們就可以很快的了解 他們為什麼要騙我 還有他們是怎麼騙我們的 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怎麼回應現在發生的事情 跟怎麼回應無恥的政府 《聖經》是一本充滿智慧的書 在《聖經》裡面的故事充滿著人的背叛 人的謊言 政府的壓榨 所有的人犯的罪都在這 六十六本書裡面 最酷的地方就是 裡面的人的罪跟人的背叛 也幾乎都一模一樣 例如索多瑪跟俄摩拉犯下的罪 在舊約的後期 便雅敏之派也犯下了一模一樣的罪 就是跑到那個村莊裡面 然後又被搶奸這樣子 然後之後便雅敏就被滅足了 索多瑪跟俄摩拉還算是外邦人 當時還沒有所謂的猶太人 但是便雅敏的確就是 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其中之一 就是聖經在告訴我們 或是神在告訴我們 我們看這些新聞的時候 不但是要看到敵人在做什麼 更是要了解 我們自己很有可能會做出同樣的事情 當我們不了解歷史 不讀聖經 不認罪悔改 我們就一定會做出跟敵人一樣 甚至比敵人更可怕的事情 不管是隨便指控人是納粹 還是把自己車子賣了 買一台納粹公司做的車子 還沾沾自喜 還是飯堅寧 同性戀 戀同屁 都是我們可能會做出來的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每一期 在節目強調的都是 自我反省 認罪悔改 讀聖經 因為只有這個樣子 我們才可能變得更剛強 變得更正直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ato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